第905章 欺人太甚 德叔 谢谢您了 回头等我去中海 去拜访一下那位老爷子 庄睿知道 这是天大的人情 九十多岁的老人出门说和 对方纵然再不懂事 也会给几分面子的 否则 以后在道上是很难行走的 庄睿 这事我也只能办到这个程度了 至于对方买不买账 我也没把握 不过这件事 我觉得有点蹊跷 德叔知道现在年轻人的秉性 一向是不把老人放在眼里的 更何况 八叔都是快要进棺材的人了 虽然徒子徒孙众多 但是 对方给不给这个面子还是两说的 蹊跷 德叔 您说 庄睿听到德叔的话后 愣了一下 这事明白着 就是有人给老四下套 有什么蹊跷可言呢 德叔问道 你那同学是在澳门的赌场里赌的吧 是啊 他们专门开了个贵宾厅赌的 赌场只是抽水 庄睿不知道 德叔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从赌王叶汉在澳门开赌当以来 正规的赌场是不允许有人在里面出签的 为何你那朋友输了几个亿 赌场方面都没什么反应呢 德叔是个老江湖 对于赌当这一行当也是非常的了解 像澳门那些正规的大赌场 虽然允许放贷的人在里面 但是为了自己的声誉 却是对出签深恶痛绝的 赌场只负责抽水 这些事他们应该不管的吧 再说 那些人只要配合的好 未必就用出签的手法赢钱的 庄睿倒是没想到这茬 出签不一定像是电视上所演的 身上藏牌换牌 其实只要事先对了暗号 一个小动作就能让对方明白自己的底牌 几个人算计老四的菜鸟一个 如果再不赢的话 那又网称是江湖千门中人了 可能是我多想了 不过你也要注意一下 有些赌场的高管和那些千门中人都是很熟悉的 好了 挂电话了 明天我给你答复 德书是老派人 想事情比较多 也比较全面 但是赌场方面是否放水 对于庄睿而言都无所谓了 只要明天对方肯让一步 拖出来庄睿所拿的那笔钱就成了 直到庄睿回家 晚上欧阳君带着自己那已经满地跑的儿子也来蹭饭了 他的房地产公司现在做得很大 已经不满足于在京城发展了 触角开始向沿海地区辐射 势头非常好 不过欧阳老板对于庄睿转让给他的那5%非洲工程的股份一直没有分红 十分的不满意 要知道 他可是拿出一个真刀真枪的会所换来的 所以欧阳君就一直用这名义 没事就来四合院蹭饭吃 而且扬言让儿子一直吃下去 失回那几个亿才成 热闹开心了一个晚上之后 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 庄睿又赶到了庄园 他想在这里等德叔的电话 如果对方同意退回后面那笔款字 庄睿就要说服老四留在北京工作 因为这事儿指定瞒不住他家里的 老邀啊 对方怎么说 在昨天得到庄睿的消息后 劳斯和伟哥看样子都是一夜没睡好 眼睛里泛着红色的血丝 样子有些憔悴 还没来电话呢 诶 正说呢 德叔的电话 我先接了 庄睿正说着话 手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看了下号码是德叔打来的 德叔 我是庄睿 什么 他们这么说 这不是欺人太甚吗 庄睿听着德叔的电话 脸色却在不停地变换着 看得一旁的伟哥和老四心中都生出了不妙的念头 估计找人说和这事儿 没成 庄睿 事情就是这样子 八叔的面子这次都不好使了 因为这几个人一向都是在东南亚活动 不怎么回国的 所以 我知道了 德叔 这事儿还是要谢谢你 他们提的条件我要考虑一下 晚点给您答复 庄睿挂断电话后 脸色失分的难看 老妖 怎么了 对方不同意 伟哥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其实从庄睿的反应就能看出来 这事儿指定谈崩了 庄睿点了点头 说道 嗯 对方的根基不在国内 八叔的面子不好使 不过 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老四和伟哥一口同声地问道 外赌一场 庄睿顿了一下 咬了咬牙 接着说道 那边传过话来 说江湖是江湖了 堵桌上的恩怨 堵桌上来了结 如果咱们不服气的话 就再堵上一场 妈的 还想让老子们给他们送钱呢 伟哥这个中海好男人一听到庄睿的话 顿时也欺诈了 直接就骂了起来 坑了老四几个亿还不知道收手 这些人活腻我来不成 麻痹的 老四 哥哥给你两百万 找人做了他们 伟哥 这事不成 对方是有组织的前门中人 前门八将里面可是有火将的 专职就是干保镖和杀手的活 到时候 别被他们反咬了一口 庄睿听到杨伟的话后 一口就给否决掉了 自己这哥哥 估计从小连鸡都没杀过 这次恐怕是被骑坏了 才会如此口不责言的 伟哥 这钱不要了 我现在回家 拼着领家法 把这事说清楚 我要让那几个杂碎知道 我们广东人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老四狠狠地咬着嘴唇 鲜红的血字从嘴里流淌了下来 对方这实在是欺人太甚 把老四那股子阴寒劲儿给逼了出来 庄睿倒是没听说过 老四家里还有家法 当下奇怪地问道 家法 什么家法 三刀六洞吗 庄睿所说的三刀六洞 起源于解放前的上海小刀会 那会儿犯了特定帮规的成员 就要用刀在小腿肚上扎三刀 对穿 三刀下去就是六个洞 称为三刀六洞 后来 上海青帮 包括港台的黑社会 很多都是用的这种方规 这可不是电视剧里独撰的 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老四摇了摇头 脸色有些苍白 说道 不是三刀六洞 是我们家里早年跑海的时候立下的规矩 有仇必报 有错必罚 你做错 要怎么罚呢 伟哥有点好奇地问道 死 回家我也没脸活着了 不过那几个砸碎 一个都跑不掉 老四似乎下定了决心 抬起头看向庄睿说道 兄弟 四哥对不住你 那钱我也还不上了 下辈子咱们再做兄弟吧 说完话后 老四抬脚就要往外走 庄睿一把拉住了他 吼道 你脑子醒醒好不好 现在这社会不讲究打打杀杀了 靠 我看你是香港蛊惑在看多了吧 庄睿花了一个多亿 就是想把老四保下来的 如果按照老四的方法去做 那自个儿还不如不掏这笔钱了 多 和他们再多一场 麻痹的 让他们连本带利的还回来 庄睿在房中转了几圈之后 终于下定了决心 俗话说 苍蝇不定无缝的蛋 老四在这里面也有过错 庄睿原本想着花钱消灾 自己出点前将事情了结了 可是没想到 对方实在是欺人贪慎 卷走了几个亿不说 还如此的猖狂 要在赌桌上了解恩怨 摆明了就是欺负 庄睿等人不敢接招 老姚 这 这可不行 咱们可没有一个人会赌啊 老四 老四就更别提了 不行 这绝对不行 维哥听到庄睿的话后 顿时傻了眼 都他娘的输了几个亿了 还要和对方去赌 那不是脑袋瓜秀斗了吗 这事你别管了 庄睿含着脸 拨通了德树的电话 德树就按他们说的 赌桌上的恩怨 赌桌上了解 您回过话去 时间由他们来安排 不过地点要在澳门的正规赌场内 对方既然撕破脸皮 一点面子都不给留 庄睿也不介意赌上一场 只要是在正规场合 请来攻证人 庄睿不怕对手出现玩猫腻 至于说赌术 庄睿有这双眼睛 摆明了就不会输的 他之所以不沾赌 原本就是不想玷污了 上天赐予自己的这双眼睛 但是 对方实在是欺人太深了 庄睿 这事我看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你也不懂赌的 会吃大亏的 庄睿在公海赌船 大战赌王的事情 只有香港的一些上层社会里的人知道 并没有流传出去 所以 维哥老四包括德叔在内 都不看好庄睿的决定 德叔 没事 中国藏龙卧火 人才多的事 您不用担心 和他们约一下吧 庄睿并没有说 是自己要去读 因为他要是说了这话 德叔打死也不会去传话的 一直在庄睿身边的老四和伟哥 听到庄睿的话后 也是送了口气 他们知道 庄睿的背景很深厚 数不定真有这样的人才呢 电话一端的德叔 也是如此想法 回话很快传了过来 一个星期后 在澳门赌场 双方各拿五亿的港币赌资 至于如何赌法 到时候 双方在协商 庄睿接到回话后 马上拨了几个电话出去 他要筹集资金了 现在别说五个亿了 就是五百万 庄睿也拿不出来 六章 筹集资金 在京郊庄园的一个房间里 三四个人围在一个 铺着红抽布的桌子前 正在眼看着 摆在桌子上的翡翠明亮 其中不但有当年 在平州原石市场 认识的韩老板 就连庄睿的岳父大人 也在场 老药 你说的办法 就是卖这些翡翠呢 维哥轻轻地碰了一下庄睿 他本来打算跟老爹商量一下 帮庄睿筹几个一亿现金的 没想到被庄睿拒绝掉了 说自个儿有法子 维哥没想到 庄睿居然是要卖翡翠呢 虽然维哥和老四都知道翡翠之前 但是桌子上 一共也就十六七块料子 这哥俩都不怎么相信 就这点玩意儿 能值个五亿人民币 对 你们就看好了 不用说话 庄睿点了点头 回头看下韩浩维 开口说道 韩老板 不用看了吧 七块料子 三亿五千万 您有赚无赔的 这七块毛料 都是已经解开的翡翠原石 最差的 也达到了兵种 还有一块拳头大小的 帝王绿料子 全部都是鸡品翡翠明料 这 庄老弟 你看 能不能再便宜点 韩胖子还是那副身材 白白胖胖的脸上 夹着副眼镜 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如果不是熟悉的人 谁也看不出 这是位身家过亿的珠宝老板 韩老板 咱们是老朋友了 我给的也是公道价 不瞒您说 就这七块料子 我岳父大人 还不让卖呢 庄睿文言笑了起来 摆出一副 您爱买不买的样子 其实庄睿要不是有别的用心 别说三亿五千万了 就是四亿 他都不见得肯卖 要知道 现在鸡品翡翠的价格 可是一天一个价 从前天决定 和那帮子老千们 赌一场之后 庄睿就开始筹集资金了 将库存的几十块毛料 揭出来了一小半 然后打电话 将国内最有失利的几个珠宝商 都邀约到了家里 庄睿这人有个毛病 就是不喜欢从银行贷款 自从赌师发家以来 他从未欠过银行一分钱 可能这也注定 他成为不了企业家吧 因为那些做企业的 向来都是把银行 当做赤家金库的 老汉 这些料子你不要 我都包下来了 小瑞 用钱说话 干嘛要卖毛料呢 京城店 可是也需要这些料子的 秦浩然昨天从香港赶到京城 没想到 女婿居然是喊自个儿 来做生意的 并且还另外叫了国内的两家珠宝店老板 这让秦浩然很不高兴 此刻听到韩浩为和庄睿讲价 巴不得庄睿不卖了呢 庄睿闻言笑着说道 爸 国内市场那么大 不是哪一家能吃下来的 大家多点合作 也是有好处的吗 对对对 秦老板 您的秦氏珠宝家大也大 不在乎这一点大 庄老弟 就按你说的价吧 我回头就给你转账 韩浩为岂能不知道现在的翡翠市场价格 刚才的讲价 也是生意人的习惯 现在看到秦浩然出言 马上答应了下来 从2005年 缅甸方面限制原始出口之后 国内的翡翠市场 几乎是一天一个价格 上扬速度堪比房地产 很多商家都在拼命的囤积翡翠原石 像中瑞这样转让明料的机会 可谓是可遇而不可修的 庄老板 这三块料子我要了 您出个价吧 此时 另外一个珠宝商也挑好了料子 庄瑞看了一眼 说道 于老板眼力不错 高冰种的料子 三块 一亿两千万 好 那就这么说了 咱们一会儿也办理手续吧 那位于老板爽快得很 主要是他知道 庄瑞在御事行里的名声 虽然庄瑞这两年 几乎没有赌过一次翡翠原石 但是前几年闯下来的名声 确实让任何人 都不敢小看这个年轻人 更何况 现在庄瑞能拿出总加在无意义上的翡翠明料 已经说明了对方的能力 现在国内的商家虽然都在囤货 但是估计没一个人能有庄瑞的这种手笔 另外一个老板最后也挑了八千万的料子 庄瑞让彭飞带着他们去办理了转账 一共十来块料子就卖出去五亿五千万 看得老四和伟哥沉默结舌 他们虽然也去过赌市现场 却不知道这玩意儿会如此的值钱 尤其是老四 以前手里掌管着两亿多的加速资金 就感觉是很大一笔钱了 却没成想 庄瑞只是拿出几块毛料来 随随便便的就有五六亿的进账 这简直就是抢钱呢 爸 您别生气 我这还给您留着好多料子呢 送走韩老板几个人后 庄瑞将秦浩然请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 老四和伟哥都避开了 让这翁絮两人去交谈 你小子搞什么呢 这么好的料子 为什么卖给他们 需要资金的话 就是十来个亿 咱们也能周转过来呀 秦浩然显然不太理解庄瑞的做法 在他看来 庄瑞这就是给竞争对手送刀子呀 说不定那些人回头就会捅上自己一刀子 爸 您看看这些料子 听说这两年 五色糕饼中的翡翠很走俏 我都留着呢 刚才给他们的都是大重货 庄瑞将房间桌子上遮盖明了的布给拉开了 顿时十多块已经切好的料子 呈现在了秦浩然的眼前 嗯 不错 这批料子比你刚才卖的 又要高一个档次 不过小瑞 咱们也不需要把那些都卖掉呀 这年头没谁会嫌手上的料子少的 秦浩然查看了这些翡翠之后 心里还是有些不解 他现在还不知道庄瑞要和人去赌呢 爸 这些料子您都拿走 不过我还真需要您周转点资金 也不用十多亿拿五亿就行了 庄瑞眼中冒出一丝寒光 他昨天和德书通电话的时候 德书专门交代了他 前门中人喜欢使诈 要庄瑞多筹几点资金 别到时候对方加大赌注 庄瑞这便没准备 庄瑞就怕对方玩的不大 玩的越大 他越高兴 对方既然如此不讲江湖规矩 那自己本就不是江湖中人 就算把他们赶尽杀绝 相信也不会有人指责自个儿的 而庄瑞之所以要卖给韩老板等人毛料 就是要将自个儿手头比较紧的消息传出去 在现在翡翠明了紧张的情况下 相信这个消息很快就能传到有心人的耳朵里去 撤 这料子我都拿走 不过咱们翁许明算账 我给你七个亿 这些料子值这个价 不过小瑞 你要这么一大笔钱干什么呢 秦浩然不知道庄瑞要钱干什么 但是他知道 庄瑞从出道以来 似乎在生意上还没吃过亏 不单是秦浩然 只要是和庄瑞熟识的人 都会不自觉的对庄瑞产生信心 所以 秦浩然在决定给钱之后 才向庄瑞问起了原因 庄瑞也没瞒着老丈人 把发生在自己同学身上的事 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 你 你又要和别人吃赌 秦浩然看向女婿的眼神 有点怪异 他清楚的记得 当年庄瑞在赌船上 庄瑞将那鬼老赌王 赢得灰头灰脸的一幕 秦浩然不知道 天上有没有幸运星 如果有的话 那自己的女婿 一定是幸运星转世 她从来没有见到过 运气这么好的人 爸 不是我要赌 是对方欺人太甚 逼着我去赌呀 庄瑞无奈地哭笑了起来 他真不想出这个风头 可是 现如今如果他不借着赌局 别说几个亿喂狗了 就连德叔和巴叔的脸上 也都没光了 巴叔和德叔做中间人说和 对方一点面子都没给 庄瑞如果能在赌桌上狠狠地教训了对方 相信巴叔和德叔也会很高兴的 秦浩然沉吟了一会儿 看向庄瑞 问道 这样啊 有把握赌赢吗 庄瑞文言笑了起来 自信地说道 我这人运气一向不错 而且感觉很灵敏 只要对方不换牌出签 应该不会输的 要让庄瑞输 恐怕只有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 他一直点背 每一把的牌都大不过对方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庄瑞也认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 只要是在澳门赌 让老爷子去和赌王打个招呼 绝对能保证对方出不了签的 秦浩然听到庄瑞的话后 马上打了包票 秦家在香港也是大十足 相信那位澳门赌王 会给上几分面子的 五天之后 庄瑞带着杨伟和老四 还有彭飞 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 降落在了香港机场 庄瑞是准备 从香港坐船到澳门 老丈人都已经安排好了 他订购的这架飞机 比先前在印度洋上空解体的那一架 要多出八个位置 乘坐更加的舒服 机组人员还是原先的老人 不过多了一位机场安全专家 这是庄瑞高兴从民航挖来的 每次外出的时候 这位专家都要跟着 毕竟那次的事件 给了庄瑞很大的教训 老耀 你小子派头可真大呢 出入竟然都是私人飞机 这次哥哥也跟着沾光了 韦哥下了飞机之后 就兴奋的左过右盘 比起那些坐上牵引车 登机下机的人 倍儿有优越感 lows下边攻击 我们这可能会被单压 今天可以给我们的 务航挖去的 熟 凶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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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